接下来这个字符也是一个比较稍微比较重要的一个 因为它用法 它不像刚才那个比较简单一点 它稍微有一个叫做编码的一个 又是一个码是不是 这个码比较简单 这个也比较卡 好 接着看到这一个我们学一个字符类型 这边有看到 红色字体 字符类型是本质上一个字节大小的一个整形 好 这是什么意思 那我接着再给你看一眼 字符类型是这样的 好 这个可以清了 然后我们来一个09了吧 好 点C 好 我在这里面我直接这么来写 回到这 首先来看一眼 首先先搞明白一个概念 内存中 没有字符 只有数字 那这么说只有怎么数字了 0101 那接着呢 这样的写字符有个问题 那我要存字符怎么来弄啊 是不是 这里面就写字符有个问题 我这边我这边稍微卡住了 稍微卡住了 稍微卡住啊 那个坑就加Q啊 好 接着在这里面那怎么传字符呢 那接着那些应该是美国人吧 他整个键盘的时候想到一种方式 就说我来一个 一个数字 那对应一个 一个字符 那你想啊 你总共有多少个字母啊 来回就那么26个加上别的 你来回就那么100来个 你发现我88个字节 一个就搞定了 那接着一个数字对应的一个字符啊 这一个规则了 这种规则 就是ASC,ASCIR 所以为什么说ASC,那接着要注意 上面这里 使用字符或数字 给这个字符变量负值 是等价的 那接着看到这里 首先来说一下 譬如说我有一个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退出来啊 在这边写 因为又要用到一些命令啊 好 你这边你在这啊 你可以查一下 我这边要刷新一下 我保存了 09 这边这个名字 改一下吧 09 好 接着大家看一下 我在这边 我这么来弄 好 接着在这啊 你能看到啊 那你可以查看 它这边有个命令啊 ASC,这一个啊 我在这边我写一下 怎么写这课堂记录 如果在另一个字 怎么查呢 一个MAN 后面写个ASCII 你就可以查看 阿斯克马表 好 这个命令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有时候你经常用另一个 另一个什么 那接着你可能需要查 查看 好 回到这 MAN ASCII 然后接着在这里面就有这一个手册 那就走啊 你能看到一个地方就在约 你看这里就又说明 你这个数字A啊 它对应在这边 这一个就是个实境字嘛 它对应一个97 你两者是等价的 A就代表97 然后这97也代表A 所以在这 让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把这个推出来 好 大家看一眼 那我们两者等价 那我就定一个变量A 我就用写取吧 别用那个那字符是这样的 用单引号 如果是字符 字符 那我们是一个什么呢 是它格式是单引号 然后里面是一些字符 只有一个字符 正常的话 一个字符 转移字符除外啊 好 接着这边我们怎么来弄啊 你看一眼 那我在这里面 我来打印一下 推定塔F打印的字符 你可以这么来打印 百分号C 好 这个是CHE等于 好 后面我来打印的时候 这是一个谁啊 CHE的吧 好 下面你来一个CHE等于多少 97 那接着这一种是 以什么 你的ASC吗 负值 和上面 和这个A 这个 和这个CHE等于什么呢 A是什么 等价的 是等价的 所以说你在这里面 你再打印一下 CHE等于百分号C 反正看N 后面写个CH 你看一眼 都是等价 你用谁来负值 都是等价的 两者之间 因为它一个数字 就代表一个字符了嘛 好了 我们看一眼啊 是不是 所以这一个是一样的 不是说你一定要用字符 一个字符对应一个 一个数字 你可以查看的 好 接着这样是等价了 我换一种方式来打印 我在这里面 我再打印一个 CHE等于百分号D 那我是不是就以 实际制方式打印 那接着再来个CHE 好 接着这边 就不用百分号D了 本来就只是7了嘛 然后我们看一下 看到了吗 是不是也是97 所以有些人问我老师 这个不是字符吗 为什么用个数字也可以了 它本质上就不是字符 本质上就是什么 一个字节大小的整形 所以在这儿有那么一句话 我们的这一个 字符类型 本字上就是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大小的什么了 整形 整形 就是每一个 它是每一个东西 好 接着在这里面呢 关于这一个字符的一个定义书 因为我这边讲了 好 现在我再给他说一个关于什么 我们看一下大小字母一个转换啊 好 我们来一个 现在 在这里 写去A 那我写一个A吧 等于大写的A 好 接着 这一个写去A B 等于 小写的谁 A 那你看一下它们之间 我打印一下它的一个 它就是一个整数了 整 你要注意 就相当于说你你在这边呢 有些人不太明白 为什么97就是这个A啊 是因为它有个表啊 是因为我97就对应了这个A 那接着两者是一个等价 是这样了吧 一个数字对应的一个字符嘛 这就是这种规则 就20坑嘛 好 接着我在这里面 我打印一下A 等于这边有没有A啊 没有吧 百分号D 好 应该这么来写 大写的A吧 等于百分号D 然后接着小写的A 等于百分号D 反显个N 是写个A和B 那我这个的作用是说 我要打印你这个A 你在这里面你的一个大小啊 20坑嘛是多少啊 你打印你这个小写的A的20坑嘛是多少啊 好 那我们看一眼啊 就这些 09 65 97 那就说明 最终你要这个结论就说 小写 字母 比大写 字母 大多少 32 32 好 大一个32 所以在这里面啊 那接着我们怎么来转呢 现在我来一个看着 我小写 转 大写 那你只需要把这个小写 字母 减32 那我们看一眼 可以吗 那我们小写 转到 减 百分号C 我百分号C 打印可以吗 就以字符方式 百分号C 以字符方式 那现在我是不是就这个小写的A 减去多少 32了吧 可以直接运算 小写字母减速32 小写的一个字符减速差 要不你就直接水减 97点也可以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转了没 那接着反过来了 大写 转 小写 那接着是什么 是不是我的一个是大写 字母 加32 是这样了吗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稍微拷贝过来 这一样这边就变成大写转小写 好 这边又变成谁啊 大写的A 加一干嘛 加上 是吧 那接着你知道A了 你怎么求小写B了 对 加1 它是按顺序来的 这些字母都是按顺序来的啊 好 接着这个整完了之后呢 那接着你这一个整完了之后 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输入一个字符啊 你来一个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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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P 好 固定打F 提示一下 请输入 请输入什么东西呢 请输入TEMP字符 请用字符 好 那接着下面我来一个S CKF 在这边你写百分号到啥 C了吧 好 后面来一个取地址的TEMP 和这个是一样啊 好 后面我们再来打印 TEMP等于百分号C了吧 以这种方式打印字符 来TEMP 好 我们看一下 是 主说到这句话 这里啊 让你输入 那输入一个字符 譬如说是一个字符的 一个了 好 没错 是输完了 这个I之后都给他负了值 然后接着他就干嘛 打印了吗 是这样的吗 绳子 我 以onde 我 来了 接着 配合 跟 6 Her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